Baby Bus 犀牛弟弟被抓走了 柳丁 香蕉 坏了一半的苹果 哇 喽不喽的警长 你太厉害了 这没什么 我还闻到你已经有三天没洗澡了 你好 我是拉布拉多警长 拉布拉多警长 小犀牛弟弟被怪兽抓走了 快来帮帮我们 怪兽 小朋友 别着急 我们马上就到 拉布拉多警长 你们说小犀牛弟弟被怪兽抓走了 是怎么回事啊 就是我们一起玩捉迷惨 可是后来我们找了好多地方 却怎么都找不到它了 听奶奶说 有个怪兽专门抓不爱干净的小孩 小犀牛弟弟的脚那么臭 我们觉得 小犀牛 我们觉得 就是没怪兽专门 走了 小朋友们 世界上是没有怪兽的 等等 你说它有脚臭 这可是重要线索 我们寻找脚臭 也许就能找到小犀牛弟弟 脚臭 我闻到了 太臭了 鞋中厕所不冲水 我闻到了线索的味道 我闻到了线索的味道 什么呀 原来只是臭鞋子 我肯定 小犀牛就藏在这里 小犀牛弟弟别担心 警察叔叔来救你啦 东族 什么 他经常是在这里 被团 då 幸运 fixed 就哎呀 找到了 시다ala 因此 ör 厂有好 遢 吾 吾 吾 发生什么事了吗 我们以为 你被怪兽赚走了 刚刚穿迷藏的时候 我觉得躲在柜子里 你们就找不到我了 可是里面又黑又闷 我想要出去 门卷追不开啊 好可怕呀 小犀牛弟弟 捉迷藏时躲在柜子 是很危险的哦 以后千万不能这样哦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安全警长 马上开讲 小朋友们 捉迷藏时要小心 不能躲在柜子或者箱子里 以免缺氧昏迷 也不能躲在沙发下 或者夹缝中 以免被卡住 更不能躲在楼梯或阳台 以免跌倒坠落 我们绝对不能藏在危险的地方哦 喜欢我们 não要躲到 solve justice 好 случа 出 troops 快 出蛋 快 出把 出shot 白马先生 请抱抱我呀 你先不要着急 慢慢说 我会一直放屁 是因为有人故意陷害我呀 什么 请你一定要抓住他 放心吧 没有我拉不拉多警长 解决不了的案件 陷害我的人 就是他 大象厨师 我上台前还好好的 吃了你做的蛋糕 就拉肚子了 你自己拉肚子 为什么要关在我头上 一定是你在我的蛋糕里下了毒 要不然 我怎么会突然拉肚子 你一定是嫉妒我长得帅 就陷害我 你 你胡说八道 可恶的大象 竟然还敢袭击我 快把他抓起来 等等 不是大象 什么 什么 从这些用过的盘子数量来看 很多人都吃了蛋糕 但只有白马拉肚子 证明蛋糕没有毒 我就说嘛 还是拉不拉多警长讲道理 对吧 我这 白马先生 除了蛋糕 你今天还吃过什么 还吃过 斑马 我想起来了 找到了 今天斑马给了我一片披萨 就在这里 拉不拉多警长 斑马 他一直想要顶敌我 演出白马王子 一定是他在披萨里下了毒 下毒 我没有 你平时一定很嫉妒 所以才会 在给我吃的披萨里下毒 无法上场 你就可以代替我演出王子了 我没有 我长得帅 演王子 又有什么错呢 你 你冤枉我 你们别吵了 有没有下毒 检验一下就知道了 交给我吧 你 我憋不住了 算了 不歇没差了 好饿 天天圈 白马先生 上完厕所 要先洗手 才能吃东西哦 没差 不甘不敬 吃了没病了 报告 拉不拉的警长 减刺发现 披萨表面有害细菌 严重超标 斑马 果然是你啊 这怎么可能 斑马 没有下毒 造成白马 拉肚子的人 是他自己 我 我怎么会 给自己下毒啊 检验报告上显示 有害细菌 都集中在 手指接触过的部分 我想 这些细菌 就来自白马手上 白马刚才 吃天天圈钱 就没洗手 手上的 有害细菌 通过食物 进入身体 所以 他才会拉肚子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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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就去洗手 我再也不想当 臭皮王 了 安全警长 马上开讲 小朋友们 我们手上有很多戏剧 除了吃饭前和上厕所后要洗手 外出玩耍 乘坐大众交通工具等 都必须要洗手 因为不洗手 病菌就会趁机进入体内 我们就会生病 所以 大家一定要养成 勤洗手的好习惯哦 谁偷了金剪刀 神奇金剪刀 让你的美丽 从头开始 完美 太帅了 我真美 爸爸好厉害 不愧是金剪刀 慢走 下一位 通尼先生 我要剪这个发型 没问题 神奇金剪刀 让你的美丽 从头开始 剪刀呢 竖篮电源 竖篮电源 正式的 又跑哪里去了 我的金剪刀呢 剪刀呢 剪刀呢 通尼先生 这是怎么了 拉不拉多警长 我的保卫金剪刀 被偷了 什么 被偷了 你快帮帮我吧 没有金剪刀 我的理发店就要关门了 放心吧 没有我拉不拉多警长 解决不了的案件 你是说树篮电源 焊金剪刀一起消失了 没错 平时都是树篮负责舒适性剪刀 一定是他偷走的 为了来这里剪头发 我排了整整一个月的队啊 我现在就去找他 你做什么 树篮行动缓慢 而且刚才一直在厕所 偷走金剪刀人 应该不是他 那金剪刀难道凭空消失了 任何犯罪 都会在现场留下痕迹 一定还有线索没找到 这像是小朋友的手艺 这是我女儿 小马妹妹的衣服 我女儿呢 她哥哥还在这里呢 糟糕 小马妹妹可能有危险 我们必须赶快找到她 天呐 我的女儿 线索在这里消失了 我们分头找 小马妹妹 我的头发 小马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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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发 这好像是我女儿的头发 你不见坏了 对不起 小心 我的宝贝女儿 你没事吧 小马妹妹 小马妹妹 剪刀是很危险的 你看 洋娃娃都受伤了 小朋友要等长大了 才能用剪刀 我知道了 我下次再也不敢了 托尼先生 家长大了 家长也应该把剪刀 小刀等尖锐物品 放在小朋友接触不到的地方 大家记住了吗 我的冰淇灵 危险的电话 看 费女儿 我的冰淇淋 逃犯大宗雄 如有发现立刻报警 你好 我是拉布拉多警长 拉布拉多警长 我看到逃犯大宗雄了 什么 他在哪里 他躲在玫瑰路时候 你保护好自己 我们马上就到 这里到处都是灰尘 也没有其他脚印 看来很久没人来过了 难道 拉布拉多警长 大宗雄来抓我了 我躲在隔壁的阳光场 找到你了 不是宗雄是黑雄先生 有什么事吗 警察先生 我是来买蜂蜜的 太好玩了 我再用大宗雄片片警察 从这两次的出动情况来看 应该是小狐狸在恶作剧报假案 什么 这小狐狸爆害得这么惨 忒忒 那我来不相信 我们担架 inqu to 潸戛 骗子 又报假案 快 criteria 这次我真的被骗人 你知不知道 报假案是违法行为 不 这次应该是真的 你听 有回音和引擎的声音 像是被关在车里 大宗雄 我是大宗雄 大家都怕我 快追 大宗雄 靠边停车 靠边停车 是警察 可恶啊 真难惨 我可不是成熟的 可恶啊 可恶啊 啊 可惡 糟糕 警察要追上来了 快跑 站住 看你还往哪里跑 警察 我好害怕 没事了 已经安全了 以后要记住 千万不要恶作剧报假案啊 我知道错了 安全警长 马上开奖 报假案是一种违法行为 警察会被派到不需要他们的地方 而真正需要救助的人 就得不到救助了 小朋友们 只有真正遇到危险 才能拨打报警电话 绝对不能报假案 船货司机到底是谁 哇 太厉害了 耶 耶 耶 啊 啊 啊 怎 怎么回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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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哦 你好 我是拉巴拉多警长 嗯 拉巴拉多警长 我是野牛 有人把我的车撞坏了 太可恶了 别着急 我们马上就到 嗯 嗯 野牛先生 嗯 嗯 拉巴拉多警长 你看 我的车停在路边好好的 突然就被人做成这样了 啊 这可是我刚买的新车 哦 野牛先生 你没有看见撞你车的人吗 我下车的时候 那家伙就已经溜了 我什么都没有看到 野牛先生 你放心 哎 哈 没有拉巴拉多 解决不了的案件 啊 啊 从受损的情况来看 应该是被另一辆车撞了 啊 有发现 哦 是什么 辆车相撞的时候 一辆车可能会在另一辆车上留下车漆 你看 这里 闯获的很有可能是一台亮黄色的车 哦 亮黄色的车 哦 哦 猎豹的赛车 我记得好像是这种颜色 一定是猎豹做的 嗯 我们要先调查清楚 我要找他 赛车 烈鹏 出来 啊 啊 呃 练鹏 呃 刚才是不是 nasa 啊 弟明先生 你别冲动 我抓你 我的赛车也被撞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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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车 今天一直停在这里 都没开出去过 竟然被撞成这样了 这辆是我的冠军车 没想到你也是受害者 到底是谁撞了我们的车 没出门也被撞 这一定有问题 猎豹先生 这是你儿子 是啊 这小子说 他长大了也要当冠军赛车手 渡冰 请把之前在现场拍的照片给我 好 这两辆车的碰撞痕迹都特别低 一般两车相撞 不会撞到这么低的地方 除非 是一台儿童玩具车 猎豹先生 您儿子现在在哪里 我好像整个早上都没看到他 糟糕 小猎豹现在可能有危险 开的真慢 看看本赛车手的厉害吧 危险 医生 不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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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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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相大白了 闯祸的司机就是小猎豹 小猎豹 玩具车绝对不可以开到马路上去哦 我知道错了 以后再也不敢了 安全警长 马上开奖 小朋友们 在马路上玩儿童玩具车是非常危险的 很容易造成交通事故 请一定要在安全的区域行驶 同时家长也要注意陪伴 随时保护哦 哇